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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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同时呢参加那个全国的个人锦标赛 就是正好趁着这股运气吧 而且呢这个技术也发挥的比较好 那么很顺利的就获得了全国冠军 那么可以说是双喜临闻 那么同时呢也获得了那个特级大师的那个称号 那么孙永珍呢应该说这个棋风呢应该说是看上去比较稳健 实际上呢也是非常凶悍的 他呢是喜欢后发之人 那么在2003年第一届向甲联赛的时候 那么孙永珍呢后手就是我们对广东队的时候呢 他战胜了那个许英川 应该说这盘棋下的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们这个03年上海队夺冠了 立下了汉马空了 对对对 所以呢应该说可以说是现在海派的这个又一位船人吧 对对对 一个领军人物 对 那么这个李志平大师大家也一定非常了解 他曾经是湖北籍的这个棋手 代表湖北队多次参加全国赛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曾经取得过个人第三名的好成绩 也是一位实力派的舰将 那么这两位棋手相遇 肯定是非常的激烈精彩 对 那么这盘棋呢 孙永珍选择了中炮布局 那么第二步棋 孙永珍就是有计划性的 选择了兵三进一 这条棋呢大家都知道 很可能要形成中炮进三兵的一个布局体系 对他有可能想避开黑方 就是从兵器进一这路变化 走到自己擅长的这一种变化 很有可能是上海队的深有研究的一个套路吧 一个布局体系 那么黑方出局 红方跳马 那么这招棋呢 李志平也是也是九经战阵 也说是一位老棋手了 实际上 所以呢他经验非常丰富 他已经意识到了孙永珍 冲三兵的目的 可能是有备而来 如果形成进三兵队屏风马的话 恐怕孙永珍会有一番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而且呢也符合孙永珍的作战风格 细腻稳健中又不乏灵动和凶狠的攻杀 所以这盘棋 也是临阵变兆 这个泡八瓶九分鞭炮也是一部常见的找法 就是有点对攻的这种局面的 会形成对攻局面 他一个回避了近三兵阴风马的一个布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今后有可能 比如要还炮的话 就有可能形成 形成猎手炮的 对 形成三不虎转猎手炮 非常激烈的一个布局体系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孙永珍当然了 作为特约大师 任何布局都是攻马贤手 选择了冰淇淋 这也是对这个三不虎局面下常用的手段 除了冰淇淋之外呢 我觉得以前的变化好像红方 马八进七也比较多 也有走马八进七的 这样呢 黑方有可能选择足三进一 那么红方呢 可能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以后呢 如果你跳马 他再炮八进七 炮八进七压一下 形成这个另一路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呢 也是相当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变化 那么这个棋呢 孙永珍呢 这盘可能也是 这招冰淇淋 我觉得还是非常积极的 选择了两头蛇 今后如果能把八进七跳起来的话 两头蛇 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双马非常的灵活 那么同时呢 也给黑方带来了一个选择对攻激烈的变化的机会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如果稳健的下呢 可以向三进五 这样呢 今后有可能在气兵 然后跳马二进四 形成拐角马 今后有G平三或G八进四的这个反击 那么这一盘棋呢 那对于李子平来讲 他是攻杀型的棋手 对李子平是一位攻杀型棋手 所以呢他肯定是竹三进一 竹三进一 就是迅速打开局面 接触战 非常的积极主动 那么这时候别无选择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手软的话 走这个的话 好像是暂时黑方拿你没办法 但是人家只要补一手 向三进五 你就很尴尬了 对 你是冲还是不冲 还是要交换 要实现 那么冰七进一 过河 那么既然这招 八进四就是他的 续招的续盘的手段 这个兵不能白白的损失 冰七进一 黑方 举八平三 下到这儿呢 实战中 这个有些这个棋迷朋友啊 可能经常看棋的就知道 在这个局面下 现在棋手研究出了向其进九的 一路体系一路变化 曾经这个棋下的这个局面呢 选择一般都是兵七平六 保留这个过河兵 那如果红方兵七平六的话 黑方肯定是要杀相 如果杀相 他可能就平炮盖住 今后他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准备要马三退五 退居 他在马八进九 比如说现在你知道是吧 他可能就马三退五 把这个区要赶跑 赶跑 然后他借助追逐这区呢 也是抢先 那黑方只能聚三平四 聚三平四 但虽然说通过这个退马登居 然后再外马踩居这种手段 连续的出动了子力 但是呢 好像黑方得了一个像 迅速把居回到这个 这个位置也是相当不错的 对 而且威胁你这个兵 如果这兵给吃回去 那么黑方还是可以满意的 红方弃了个像以后 好像又回马 因为有很多手段 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 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 对 因为你的马毕竟退到窝心 不是一个好的位置 所以这路变化 后来逐渐呢 也就被骑手放弃了 嗯 那么骑手随着对局面新的理解 在这个盘面下 这个孙永中选择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 向其进九的变化 这个骑呢 有它的一个特点在哪 好像是在布局阶段 说飞个边向 不太好 一般我们过去学习都是 老师说上来布局 不要老飞向 尤其飞边向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呢 它的特点就是今后给这马呀 开辟了一条新的进攻路线 对 比如说今后马八进六之后 这还有什么出局腰队啊 各种手段 所以呢 就是当然是起手新的理解 那么黑方杀掉 红方按照计划 对 按照计划 跳马 跳马以后呢 今后这还有出局腰队抢先的这个手段 手段 嗯 那么在这个盘面下呢 呃 黑方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红方 冰五进一 呃 这些都是比较自然的招法 比较自然的招法 就是按照红方 就是飞边向以后的一系列的 对 他飞边向以后 他今后冲完中边 首先给马开辟新的出路 还有呢 马盘头以后 这个边向它有作用 他可以支持这个马跳到这个河口 这个马在这个位置非常的舒服 这个骑手如果把马跳到这儿 心里相当愉快 不亚于迎骑的感觉 是啊 非常舒服 嗯 那么在这盘骑的局面下呢 李志平也是经过了分析和思考 选择了比较稳健的这个向三进五 这个变化 呃 其实呢 这个 当然这是骑手 呃 他临阵的一种选择吧 可能也是根据他面对的对手的不同 啊 比如说 你碰着攻杀型骑手 可能是另一个选择 碰着稳健型的 就是又一种选择 那么这盘骑 他面对这个孙永忠 这个实力 很强的一位全国冠军 可能还是选择相对稳健的 一路变化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变化呢 是有近鞠马 对 这个棋 有近鞠抓马的手段 嗯 如果近鞠抓马呢 洪方现在的选择呢 就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 狙击暂时先不要动 还有一个是马六进五 马六进五也可以 马六进五呢 他有可能选择就是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如果你冲他踩掉 嗯 马登了 对对对 登完以后 他黑方回个中炮 这个棋 黑方可以抵抗 还可以抵抗 完了 鞠位也还可以吧 对对方有一些牵制 嗯 那么另一种呢 就是 红方比较含蓄的下法 是走狙击 我暂时啊 先不跳马 不给你马三进四 这种威胁我的机会 我今后如果这平鞠 把这对掉的话 我自然这个就解脱了 跳出来之后 这个鞠还可以过攻 因为黑方这个八路鞠花了 一步两步三步 完了吃回去四步五步 然后我都 我鞠一步就把你对掉 那个从部署来讲 红方肯定是占优了 完了还帮助人的相呢 圆了个形 对 这样呢 那么黑方自然不满 那么但是 所以说这招期相对比较含蓄一些 但是黑方呢 也有他的这个计划 他可以迅速 外马腰队 削弱你的这个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打掉 他黑方打过来 没有便宜 你冲兵的还中炮 这样黑方还是可以抗衡 而且这个马位非常好 那黑方有可能 一个对居 还有一个可能呢 他可能还选择 是不是可以先去后取 马三进五 对 因为他如果 如果黑方打的话 那我特别一打 先去后取 完了你这军没位 可能也只有退到巡河 然后他那马踩到这下一步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非常舒服的局面 当然这个时候呢 黑方可能走这个 马三进四 如果你打的退回来 这还保留还中炮 这盘棋也是一个非常 极力对攻的局面 黑方可以满意 当然了 这个这是给大家介绍一路变化 那么李志平呢 临场没有选择这个 可能相对激烈一些的变化 那么他实战 是跳起来了 实战 他是走的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以后呢 红方现在选择比也比较多了 有什么马六进五的 有什么马三进五的 还有什么对居的 这盘棋呢 孙永征是选择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这个棋呢 他这个特点就是 马五 马准备跳到河口 对准备跳到河口 如果马六进五的话 也是准备要跳河口 对马六进五也是 两个比较的话 哪一个好一些呢 现在还不一定 这个跳到这 这个马可能他进入 还有 马六进四 这个六路马还有四路的 马六进四的出路 那个三路马的话呢 因为只有挂中间 对只有挂中间 还有一个呢 他跳这个马 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跳这个马的话 他很有可能探进来 完了利用这个炮手进四 来骚扰你的这个盘头马 而这个马跳起来呢 这条这个点 你这鞠暂时站不住 所以这个棋手的每一步运子呢 都是有他深刻的内涵的 那么这个高齐 孙永征选择马三进四 恐怕也是防止他的鞠 占领他的兵临线 下边这儿呢 这个我想是一个 对黑方来说非常关键的一个格局 对 那么实战中 他选择了鞠三平四 直接就是对这个马展开威胁 曾经我记得在这个盘面下 也有的棋手 可能有另一种下巴 因为现在眼看着这个是确实很厉害 如果被他马五进七 这各种打击 以后又打击了 对 但是呢 有一种变化就是 炮尔进四 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种下法 炮尔进四呢 首先就防你这个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出鞠的话 他出鞠 他支持 他准备用 对这个暗兵不动的这条鞠 鞠一平四来威胁你 那我如果现在鞠二进七 黑方四会准备弃马了 他其实说是弃马 实际是一个先前后取 他呢 平局捉 捉马 这个棋怎么办 因为你不能 这时候不能跑啊 这时候抓一抓 肯定是有点 有可能只能去九七一 但是 也有一些问题 这里边他可能在进鞠 打一打 你还得回来 让他再去立居什么的 好像这个马也不太敢跑啊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可以选择这个 不 不做这个 可以平炮 但是呢 这个黑方有一步好棋 因为你现在直接打不行 你直接打到炮三进一了 他有一步好棋是什么 他走这个 诱使你去知识 你要一知识 他再一退 你打不了了 他带尖打马 这样他这个马的损失 就得回来了 那得回这个马的损失 你的居位并不好 完了 他的阵型比较好 如果你不知识呢 下一招他 抓你这马 你这马跑了 这个自然就丢了 红方双马 受到容易受到攻击 对 在这边呢 就是当然 推荐一个 有边就是损失了一个马 但是这边呢 他有很多手段 位置啊 都不太理想 对 有很多手段 当然 这个马吃掉之后 这居位还不好 所以也有他这个弃子的这个 呃 有他的道理 应该说黑方还是算的比较深 对 那么这盘棋呢 就是 当然我想这个李治平对这路变化 也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那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 对这个棋 嗯 实战中呢 他还是 选择了聚三比 他可能认为这个更直接 嗯 那么这个棋这马还是不能乱跑 对 因为你看一般情况下 人知个是出狙双狙夺的时候也不好 那么他平 平跑 啊 他这两个马的位置其实挺 挺奇特的 挺奇特的 他很灵活 嗯 那么走到这之后 进狙 一板 红方 还是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 打一下 打一下 那么退狙 退狙一桌兵 完了呢 这个兵肯定还是很大的 如果这么吃掉 这马再一跳就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红方先 平狙 装马 黑方 马三金四 然后他这两个马就刚才说了 保留变化 这是他保留的好处 这个马 马雷金四把这中兵暂时看住了 这你也没有捉摔 捉摔 他可以回马打一下 完了 你的鞠位 好像打死了 对对对 这样一桌的话 这一打这鞠就 就要死了 真的没位了 真的没位了 你怎么对打人打了 你就丢个子 丢个子 所以等于这个红方还设计了一个小小的陷阱 这个不能轻易的去抓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 平击一对 这个现在没有什么选择了 因为这吃着呢 就打掉 打掉 杀掉 那么现在这个是马五金七 跳起来 现在分析一下形式吧 现在看看这个棋怎么样啊 欧阳大使感觉 现在 我感觉好像红的那个双鞠双马炮的那个位置比较活 对对对 两个马位置比较好 而黑方呢 就是这个八路区的走走动啊 比较多 然后那个那个七路马呢 那个也位置不是很好 对 有一些弱点 感觉呢 这个红旗呢 还是布局上比较成功的 还是掌握了先手控制了局面 这两个马的特点就是 你看这个马的控制的点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有这个马在 就不怕对方今后卧槽马的各种攻击了 因为他这实在不然还能垫上呢 而这个马呢 有能攻能守 载能攻能守 这个炮的位置也不错 描设着这个黑方的七路嘛 那么黑方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要迅速的出动主力来牵制红方 那么现在黑方走的是居一进一 他还是想因为看到了这个先手 他还是想尽力的出此牵制 那么现在红方是出居 黑方 一抓 一抓 红方不适 黑方呢 也是借助这两个先手 迅速把居压抢占到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红方的兵临线 完了呢 接应黑马投入战斗 这个黑方构思也不错 他通过这样的手段 今后 回马 要能把这个兵踩掉的话 这个兵比较大 对 吃了以后呢 还能攻击红方的四路马 对 局面就会 就可能有翻盘的可能 局面可能就改关了 而且这个马在这 可能今后还威胁 当然现在踩了也没什么用 但这主要目的 还是威胁这个中兵 但是刚才欧阳大师说了 这个马是有问题的 一抓 黑方怎么马起退 这时候气没有道理了 只有退 那么退数呢 这时候我看就是孙永忠的呢 可能现场也是考虑了一些时间 这时候好像红方还是比较主动 但是如何扩大优势 好像还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对 有点难度 因为现在人家这两个居的位置 还是不错的 现在黑马登车兵 能不能考虑兵五千一 对 好像大师很了解自己的师弟 这时候孙永忠 走得并不进一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还是有一定的 应付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 当然不嫩肉 吃肯定不行 吃肯定不行 这个棋 假设吃呢 会是什么变化呢 吃的话 红方估计会泡正中间 马先正做 对 有这种可能 这很厉害 我觉得 你不能退去桌 桌的话 我打马 这边马吃着 对 还有一种 他现在好像手段很多了 踩这个也是一个手段 你退回去 他再回来 你这马也没这跑 完了他还有登双鞠的手段 还有一个呢 我看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 现下鞠 假设你吃的话 我跳马是一个鲨 登双鞠 这个鲨 你好像只有动马了 这个也不好应付 你一动马 他踩一僵 然后再把 把马吃了 这样他多个子 所以这个棋 还真是不敢拱 这不巨二瓶四非常的精妙 好像这还真不敢拱 真巨二瓶四给弄上 完了再捂冬泡 那就不太一样了 抓的机会可能都没了 那么这个棋 这个李志平非常的冷静 马五金散 这样呢 你红冰也暂时冲不下去 冲不下去 红方一看 这个棋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 就想谋冰了 先把这个冰吃掉 吃掉以后 这个炮打过去以后 黑方好像缓了很多 对 出了一口气 对 今天这个炮打过来 对黑方没有直接的那个威胁 对 但是他这招打呢 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个想法 一个底线有齐 还有一个 他是不是想攻击一下这个马 然后把这个马运进去 这不是打你一下 你无论逃到哪去 我一跳马 对这个沃曹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是 黑方知识 不是 黑方不是 他确实也可能也担心 这样的一些手段 那现在打的话 现在打的话 现在打的话 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退这个 踩那个 这一脚的话 还是挺厉害的 对 你要走这个 他先踩一将吧 踩一将再来 再来抓你 踩一将再来抓你 这样的话好像也到问题不大 也没想 再来抓你 因为毕竟捕了一手势 可能还是厚了一些 对 还是有一个可以的 但是他存在这种手段 那么捕势之后 红方一看这个棋 也没有什么 因为捕完势 他就敢拱了 你在蹬的时候 他毕竟两个挂脚都不存在了 现在兵也没有好的去处 没有好的去处 拱下去 拱下去 然后杀掉 杀掉 当然红方下边的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攻手段 但是黑方的防守也是非常的严密 红方 马七斤六 只有顶 平均一顶 红方平均看上 威胁黑马 这个马好像只有跳了 只有跳了 那红方设计了一个什么呢 红方这时候设计了一个弃居的变化 他拱二平一 这么看 他为什么要弃居呢 他是什么 把你的阵型打碎 然后跟你交换子力 交换子力 因为你阵型是零散的 你要归整形的时候 他就可以运紫 完了多两个兵 而且兵种好 假设如果你飞掉的话 他就一将 你支掉优势 支马 他一杀居 你还得原相 你原相该塌了 他已经多两个兵了 而且兵种好 发展下去 机会可能会好一些 黑方只能 如果你要出将 他可能迎头一罩将 然后随便躲一下 一个马斯退 对 欧阳大师说的对 这马斯退伍 我看到 刚看到 这是登居 那么他就巧得一居 所以他这个弃居 还是挺巧妙的 但是李志平 也不是范范之辈 李志平看到了这路变化 走的也是非常的顽强 填进去了 他也送个马 你填进去之后 你现在就没有这手段了 我给你隔断了 那么这时候 红方只有吃这个 吃这个 那么黑方还是不能飞 他这一个采双的手段 那么黑方只有走这个 进居吃马 所以这一段的攻守 也是非常精彩 这居就在嘴里不敢吃 那么下一步 红方 继续对举 对 这个也只有对掉了 黑方怎么对 杀掉了 出 那么 退居一桌炮 黑方这一 也算是个先期后取吧 那么红方 现在三开始 对子讲话了 对子讲话 应该处于稍微不利的局面 还少兵 那么他采取这种手段 是迅速对子简化 那么只有平居了 黑方把炮杀掉了 那么下到这儿 这个 一看边兵也已经丢了 所以呢 这个孙永忠在这个局面下呢 也就同意做和了 马上和齐了 马上和齐了 那么好像现在 这个这盘和了以后呢 最后慢齐好像是上海队 是打平 四盘和齐 现在正在加赛 结果还不知道 第一盘快齐 好像我们上海队 对 孙永忠上场 也适合了 第二盘现在正在进行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对对对 那么好 这盘齐呢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稍后 我们会给大家 介绍另一盘对局 观众朋友 请不要离开 这个座位 好 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 欢迎观众朋友们回来 下面我们为大家讲解另一盘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黑龙江农信社象棋队的陶汉明大师和广东碧桂园象棋队的寻川大师 这两位特级大师就不用再多介绍了 大家都应该非常的了解 两个人这个对阵也是无数次了 最有名的好像应该是有一年 我其实毕竟是哪年 那个是那一年几乎寻川获得了很多比赛的冠军 而陶汉明恰恰是那些比赛的亚军 这两个人非常有意思那年 那么这盘棋也是一个焦点之战 因为大家都知道黑龙江队是现在遥遥领先了 那么今天如果能获胜很有可能就提前夺冠 提前三轮很厉害 黑龙江队现在目前是32分 那么应该说他在这中间已经连胜15场了 如果这一场再连胜的话16场了 可以说是历史记录了 从2003年到现在11届的象甲来说 应该说从来没有一个冠军队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个成绩我觉得跟赛制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的赛制是慢棋四盘 如果下合的话就要加赛快起 就加赛两盘来决出胜者 就是队伍之间没有打平 必须在每一场分出胜负 对 所以这也是他能15连胜或者16连胜的一个先决条件 那应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研制 至少加赛快起他得赢 也不容易 那么好让我们看这盘棋 这盘棋 陶特大士选择泡平五 寻穿自然是屏风马 屏风马还是比较流行的 对对对 现在对局中大部分我看80%的对局 基本上后走都是以屏风马来对阵 反正除了你走先人指路 基本你走中炮的话 80%甚至是更高是用屏风马来对抗 那么下边这个局面 寻穿一看那步阵 大家都很了解寻穿的他这个风格 和他的这个少年江泰公的这种老城 摆出了曲头屏风马 就是任你选择了 说明他对布局的理解各方面的变化 都是很熟悉和了解 而且这也是什么 就是不给对方任何信息 有时候下棋就我呢 摆出一个阵来 不给你信息 到底你想进三兵 想进七族 这个我不告诉你 你自己看 这时候汤月明呢 当然也是对寻穿非常的了解 那么汤月明面对寻穿呢 还是走的兵三级 我发现最近兵三级非常的多 好像棋盘棋关键的场次 大家都喜欢选择 都喜欢选择 进三边 进三边的变化 现在也特别的就是复杂 复杂 完了 可能也符合棋手这个控制局面 在控制局面的前提下 获得优势吧 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盘面下呢 这个 马八斤九 这是正常的选择 这时候寻穿啊 没有走 常见的变化是足以进一 对 常见的足以进一 然后有 有靠道平息 现在最近有一段 还好 居酒进一比较流行 也是流行的 完了呢 你马三家 然后他带走居酒进一 再走居酒进一 这样你有可能就是 大开局 边路出击 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就是飞向了 所以向三进五和向七进五 都有 马尔金也有 对对对 马尔金也最近 昨天好像赵老师赢的那盘 就是 银王阳的 对 也非常精彩那盘棋 那么这盘棋呢 寻穿呢 面对这个局面 他呢 肯定 因为对于这路变化 作为两位特级大师来说 那非常的熟悉 想 尤其后手 想获得什么优势 很难的 那么寻穿在这个时候 凭于自己 深厚的功力和对棋的理解 强行变招了 这部棋以前也有这种变化 好像是 走的比较少 对 属于老变化 应该是 老变化 对 那么 黑方也是非常 红方也是非常敏锐的 选择了 炮八金四 这招棋有一个好处在哪 就是说 既可以炮八平七 威胁你的底下 而且这束炮八平七很厉害 因为你起的是横距 如果被炮八平七压住的话 你这个横距一侧 这个马炮 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 而且红方 那个九路鞠也顺利出来以后 对 对 对黑方的那个两路炮 进行攻击 对 我这时候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好像过去 我的老师那时候就告诉我 这个横距一侧 马炮有弱点 这作为一个知识吧 那时候教导我们 那么我就记住了 这个时候如果压上再一出鞠 红方可能有扩先的这种可能 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 当黑方走鞠一斤的时候 很喜欢红方先炮八平七 对 这部棋好像走的比较多 炮八平七 炮八平六 也有 炮八平七的话 如果黑方马三进二 风虚的话 我就喜欢马三进四跳起来 就感觉他黑方的中路比较薄落 喜欢走这一路变化比较 我觉得刚才欧阳大师说的 正是这个近三兵五七炮的一个核心 它的核心就是用七路炮 威胁你三路马 逼你跳出来 然后削弱你中路之后 我的三兵挺起三路快马 就直指中路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布局核心 那么这盘棋 因为对方起了横距 它的横距 如果你再走这个七路炮 由于它横距参战速度过快 恐怕你这种策略 不一定能得到什么好处和便宜 所以这时候呢 陶特大也是非常的激劲 那么逼你还是得跳出来 你不跳受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先选择聚酒精 因为这个时候 他这炮的选择点很多 是不是 那么他打还是不打 这个也未可知 所以他这时候还是希望看你的这个选择 那么许云川 居一平四 他要先抢好这个点 抢好这个点 今后有可能的时候 现在是不是能抓 现在大家得看看 那有没有气炮打 然后再跳 但是呢 他毕竟对底是一个威胁 这时候对红方是有牵扯的 所以红方呢 也不给他这种牵扯的机会 平炮打 打掉以后呢 这个许云川飞向 这非常的稳正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 既然这个居啊 现在可能只有这个位置 还不错了 因为不走的话 人家到齐和一抓 这好像被打到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 这时候你抓不行 人家可以对居了 这个时候呢 许云川选择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变化 就是足三级一 足三级一这个变化 曾经也有骑手 走过足一进 那好像速度太慢 对 足一进 他的想法就是 他怕你打边族多兵 他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但是感觉上度数太慢 所以呢 当然也有知识的 但知识可能也感觉太慢了 不是很积极的 不是很积极 当然有知识 人家送兵 他飞了 人家在跳马登兵 他在什么回马 反正那个旗航 黑方比较被动 那么许云川这招是 咱们都知道 许云川非常稳健 细腻 但实际上出手也是非常的快速 而且攻击力也是相当的可怕的 可以说 嗯 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红方实战选择了 冰三 很简易 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局面好像 红方应该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多了 对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变化 可以 巨尔近虎吗 哎 欧阳大师感觉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 巨尔近虎 啊 这个非常敏锐的一个手段 这时候 黑方就是说 你你这边处理起来 因为你不能拱啊 你要拱的话 人一平炮 立刻 红方就出现一些问题 这边啊 那么这边旗呢 就是我先不拱 先问你的马去哪 那么黑方这个马 现在就是选择比较 如果黑方马尔近虎的话 如果你马尔近虎呢 他再拱 这个就不一样了 当你炮拔平七的时候 他呢 平均把你 掉上了 这样你打完这个像之后呢 你这个军马为之不太好 不太好 完了这边又被封锁 那么这个像人家根本不怕 这个兵的价值很大 而且这个马今后有一定的风险 啊 所以这样下呢 恐怕 红方还是不错 但是你要是蹬着这个呢 也意思不大了 你要蹬着 人家踩着拱下来 意思也不大 人红方这边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确 当然是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一种思路 嗯 可能也会引起一些 如果黑方炮尔近亿的话 我可以红方冰山近亿 对 你炮尔近亿我冰山近亿 顺势在冰山近亿 顺势 嗯 当然了 我就算走捐尔近亿也不错 捐尔近亿呢 你也落了后手 等于我红的还多走一步 多走一步 你要打了我吃过来 你的马还有问题 冰山近亿或者捐尔近亿都可以 所以这个棋呢 可能还是比较积极的 那么实战中 那个实战 这个 红方选择冰山近亿 红方冰山近亿 嗯 黑方呢 现在是也选择了 就是 独三近亿 双方开始比速度 这个比速度会怎么样呢 嗯 红方 最后 跑三平四 跑三平四 因为这个 这一侧肯定 黑方是隐藏着这种 跑三平三的手段 红方暂时也顾不上 他的想法 就是我的红兵冲下去 威胁你的七路马 这样如果你七路马 出现一些变故 被吃或者逃跑的话 我中炮打出去的话 想争取一些速度 争取中路攻击 嗯 因为你侧意反击我 我最快的速度 就是中路攻击你 这样双方 针锋相对 对 比较针锋相对一些 那么这时候 许晕川一看 这个根本拦不住吗 这时候谁也不能手软 一旦手软 恐怕就要遭受 重大损失 对 泡二平三 泡二平三 一打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如果你真的让人家 咣当打下来 他这个可能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然后马一七一 马一七三这样进来 就是输出比较快 输出的 就可能比较 真的比较快了 完了 何况这边你吃起来 你也挺费劲的 划好几步呢 还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又非常灵活 一转身 一闪身又回来了 保护自己的侧翼 虽然你可以打向 但是只要我有一个狙在这个位 而且这条线很重要的 很重要 像这种骑 如果我在八路有一条狙的话 你这边的攻势 还是会受到一些控制 一些抑制 那么这个骑 黑方 这个马 马尔金斯 马尔金斯 暂时对 红方也没有什么 对 他还是就是想打 就还是想打 打完了之后 这个马看是蹦这儿 还是蹦这儿 那么红方赶紧 这个骑不能手软了 如果现在说 吃这行不行呢 吃这个话 有可能 可能速度不够吧 但马四金六一灯 把你那个三路边 有可能吃掉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吃这个的话 打掉 只吃 黑方马四金六 马四金六 马四金六 也不是杀 还能保 但是这个骑 恐怕会非常复杂 假设 因为这个绝对不能手软 这如果被吃回来 甭说了 那黑的不错了 如果你真的强行冲下去的话 这个一浇 它一退泡 这个再进泡 这个骑很厉害 因为你不能拱马 你拱马人家打你泡 你杀这个 人一翻僵就僵死了 所以你不可能吃到人的距离 如果知识的话 那就感觉很被动 你要知识 恐怕还得知道这边了 那么这边揪着 人家在看处理这个马 反正你也暂时动不了 完了你还得小心点 就让人吃完试 可能黑方居士平身抓一下 居士平翻也挺 然后炮山平衣这边 对 有齐 还有一个 你要小心这泡 随时打出去之后 你小心它刀 还要是打 抓一下 你跳出去之后 打试也是一个 打试把狙打死 你吃的时候底下一僵 看不清楚 有点危险 当然现在有炮还好 如果这炮打出去 那你这 真有可能经过打试的手段 对 或者说他就现在吃是平居 抓马 你这炮也有问题 所以这么下呢 我估计 红方没有把握 所以他呢 也没有选择说 先吃足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足够他没有吃 他还是选择了平时速度 双方展开了一个速度的对决 那么大将 黑方知识 知识 知识以后呢 现在这个 这个时候黑方是不能逃马的 对 那么黑方呢 现在 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黑方还要抢先 要继续抢先 考虑要往前面要进 对 进炮打狙 对对 这感觉非常好 进炮打狙是一个先手 这个棋打下狙之后呢 红方也是要抢先 退狙 一抓 黑方炮三退二 双方这一段都是很紧凑的抢先招法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之后呢 那马还是不能逃走 对 现在逃走还是不太好 你逃走人好像就简单的 对 把这一吃就不错了 是不是 把这一吃完了再往上一盘马什么的 那没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马的现在对黑方还是有危险 因为这马一吃再一盘的话 这两个马位置太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 一八进五 一八进五 如果你捧我 我吃你马 你吃我炮 我再吃你炮 这样的话 黑的一点没亏 完了 位置还好 这是很紧凑的一个起 那么杀掉 这时候 红方 这时候因为红方的马已经没有什么位置 对 它也没有位置 这没地跑也 所以就先把这个 逼着你先 对 吃掉之后呢 尽管它这马是不是还有什么连环的手段 那么现在呢 下到这儿呢 这个中炮就显得威力比较大 那么 那时候现在黑方能去八瓶六吃马吗 实战中它是马 对对对 狙八瓶六吃的话 人家杀掉炮的话 好像这个兵的价值太大了 虽然他暂时吃不了 但是人经过一打兵 你的马还得跑 那么这个这个保留这个价值太大 所以他还舍不得把这炮 因为毕竟这边呢 压着对方还是很难受的 红方这个局还是很低的 那么这中炮现在很厉害 黑方就先把炮 我在跑马之前啊 我得先把你中炮换了 换了以后 红方 四四马四退伍 马四退伍 把马呢逃走 对 马四退伍逃掉 逃掉之后呢 黑 红方想的就是 反正我这揪着你也是无根 你这边还有问题 那红方马回了以后 黑方马也可以逃 对 但是呢 红方感觉还不错 一逃 红方 抛四瓶酒 对 大兵 红方还是这个谋兵 现在红方现在多兵了 多了两个兵 虽然少一个像吧 但是黑方这个位置啊 现在也受牵制 这个狙炮被牵的局面还是 挺痛苦的 那么巡船这时候还是很老了呀 先形成弹子炮 这个左路狙呢 它就可以活出来了 对对对 那么形成弹子炮之后呢 就是说就你这马暂时也不能走开 对对对这个这个暂时受牵之后呢 它今后有机会说这局可能是不是就可以躲开 对 完了展开一些这个反击呀或者牵制 那么这是走兵武经营了吧 对兵武经营 兵武经营准备干什么呢 兵武经营还是居八进二呢 走兵武经营 兵武经营 兵武经营是防止黑方居过来 对他可能还是防着居过来或者两个居生根什么的 嗯 那么黑方是不适 黑方补了一个适 补了一个适 也是巩固后房 还比较稳健的 比较稳健 嗯 那么下一招红方 居八进二 居八进二 嗯 黑方居八平七 对 现在是要硬吃炮了 嗯 硬吃炮这个棋丢一子受不了 但是他也没有 他的炮也也不太好跑 也没什么太好的位置跑 所以他居八平七 周兵 红方四五斤六 十五斤六 十五斤六一撑 那么红方 黑方打掉 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了 嗯 打掉 踩回来了吧 踩回来 这就踩回来 不能飞巷吃吗 呃 飞巷吃的话 他是不是有进居 捉巷 有没有 嗯 飞巷吃进居 打你的巷 或者他进居抓马 他都可以交换 都可以交换 这儿他问他进 抓巷吧 还是进居抓巷 因为底下后边还一马 嗯 所以红方回马 嗯 回马之后呢 这个巷他就还得平开 去平开 再包上 嗯 这条线 八路线还是比较重要 感觉这个巷呢 红方少了一个像吧 但是因为他多冰 多冰这局面呢 就是红方实际 我感觉还可能还有 有点想法 这个毕竟这揪着你 我今后这巷要能出去 哎 把中族再给干掉 还是有优势 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那么这时候他呢 嗯 对于这个巷想躲开的话 这是丢着呢 就撕掉 所以他十六腿先回来 因为他不怕你打巷 打完巷人杀 这个巷杀出来也很厉害 你这个马 受攻 完了他这个冰下去 呃 也还有啊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刚 啊 先 先装押 推炮一打巷 推炮打巷 进巷 巷八 巷八 巷一 然后 这个冰 先冲起来 嗯 干嘛要冲冰呢 他现在黑帮也不能杀兵啊 对 他现在也没什么太 这个巨位也 不太理想 也不太理想 虽然多冰吧 但是 嗯 还是 这可见这个字 字也都 这马也跳不出去 先躲巷 现在这巨位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巷八进三是不是好一些 嗯 巷八进三呢 会不会也是采兵呢 采完兵以后 采兵 我是不是能上去呢 嗯 或者采完你河还是充足给他杀过来 这样的话 这个马关键老动不了 这个马无法参战的话 这个骑 就比 算难获胜 很难 虽然你多冰还是很难展开吧 子力很难展开 所以他这个牵制 实际上 你看你牵他一股根 实际他还牵着你的这个 反牵制 对 两个对两个 黑的也没亏 完了 没想过个兵 其实是一个会有孤寂的局面 嗯 那么实战中 黑方实战是采啊 红方是兵一进一 兵一进一 他也没什么好奇子 黑方现在是 马八进六 啊 马八进六一采 红方 平兵 嗯 红方平兵 现在这个骑黑方还能怎么走呢 如 能不能踩着上来呢 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如果马六进八 踩一下 那有可能杀兵 我一踩 我有可能 杀掉 你吃的话 我一个马五进四 登双只的 对 对 哦 这样不行 只要我不能吃这个兵 嗯 如果要能吃兵就好了 如果不能吃的话 我再给这个兵拱 拱起来 那不行了 他随便拱个向 底线就 底线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哦 那他这个实战说还真不敢踩 我说如果能踩起来的话 那黑方就比较满意 黑方还不错 对 嗯 所以说呢 黑方呢 感觉红的这个四路兵啊 对他很有威胁 对 那么实战中呢 他就是走足五进一呢 跟那个红方进行交换 对 足五进一 他等于黑方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因为这个他有这毛金四的踩霜 你倒是让他吃了的话 嗯 有点问题 所以他实战是冲了 那么红方也 红方只能冰 没什么办法 只有冲了 冲了以后呢 这个棋只有吃掉 嗯 杀掉 这个时候 红方 我感觉红方 那个多了一个冰 还是一些优势 但是他也 但是他也闪失啊 嗯 他要想和棋 恐怕一吃冰就跑了 对 嗯 这个棋 下到这儿 下边他们走什么了呢 这个棋 红方能不能现在泡放中间呢 挂中间 嗯 挂中间也是一个 挂中间他就给你吃了 那我吃八斤了 不是 你得吃 你挂中 他拘八斤二了 抱一下 哦 挂中间也是一个办法 你挂中间还真是的 可能挂中间就先不让你吃冰 对 先先躲一下好一些 对 然后他要吃 我就先就先看上 完了你再躲泡去 你要躲 你要不躲 看上的话 我这冰可能就活了 活了 这样的话 可能就双方 可能还有一些纠缠吧 嗯 那么实战中呢 红方 也是逃炮 但是他没放中间 他躲在这里 对 他 他主要还是不想让人家一步吃冰交换 那一下就合干净了 嗯 那么黑方看不能吃冰的话 他这边左边呢 说签字 还是要 还是要联居了吧 联居 联居以后 这这回是真打居了 嗯 这回是要打居 那只有陶居了 陶 他可以推炮 可以推炮 如果要陶居呢 保持变化呢 陶居的话 红 黑方可能杀了兵 如果你陶居 他得俩居掉了个个儿 保持牵制 完了杀个兵 红方多一个中兵 也不一定有什么太好的 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呢 看一下没什么优势 所以呢 赶快收兵 所以这个旗航一直以来就觉得 就是红方多兵 但是也无法展开局面 黑方的这个封锁呢 还是非 这种很奇特 这种封锁牵制 一直打着也不打 完了你也出不去 我的马也不敢跳 对 就感觉老是叫着这个劲 对 那么这个旗 红方还是腿炮 既然没有机会 我先护住局面 我吓到这样呢 黑方就不吓了 也没有逃的必要了 因为这再逃 他的马翻出去 那真的就红忧了 所以这个旗 就没走下去 就没走了 对 双方就比较默契的 下到这儿就差不多就合旗了 这盘旗 我觉得这个两名旗手发挥的 还都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旗下的很纠结的感觉 我觉得这两盘旗 一开始都是感觉 就是大家都下的很积极 下的很复杂 但是呢 经过一个比较精彩的 就是交换以后呢 就是马上就感觉平稳了 对 但是他中架虽然是平稳了 但是他仍然就是像这种旗吧 他还是一游为尽 其实如果他真的逃局会怎么样 这个都不好说 因为他毕竟逃给局之后 他还是有个中兵的优势 少个像多个中兵 但是黑方可能利用他这个多像的优势 也会有一些作为 那么这个旗感觉上还是 因为陶汉明呢 我感觉他还是面对比较强的对手 他为了对整个队的利益嘛 他想不要去冒险 还是下的比较稳健 那么这盘旗呢 其实呃 双方下河以后 好像是前方的消息 是呃 广 是黑龙江和广东 曼旗站平了 又加塞快齐 正在加塞快齐 听说是呃 赵国荣老师占优了 那么这个 那个黑龙江也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好像黑龙江就是已经是提前三轮夺冠了 啊 那么这个旗呃 陶老师能说 可以说是能战和许云川 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嗯 那么这盘旗呢 就是两局旗就给大家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啊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 两盘虽然是和旗 但却是妙招迭出的这个妙盒啊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大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当然更要恭喜的是 我们可以大胆的提前恭喜一下 黑龙江队呢 是创造了本队的队史 孰贤力的提前三轮 在向甲联赛中夺得了冠军 但到目前为止呢 向甲联赛的争夺呢 虽然冠军已经明朗了 但是排名第二到第五位的上海金外滩队 北京威凯建设队 湖北武汉光谷地产队 和广东碧阁岩队呢 还将围绕第二名和第三名 展开非常激烈的争夺 而本台的体育赛事频道 将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也就是在17点左右呢 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 全国相机甲联赛的现场直播 也欢迎电视之间的广大 亲密朋友来收看 另外呢 也请大家呢 相互之间呢 进行一个转告啊 咱们不要错过明天的精彩的直播 好 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